这个警察正在打电话 突然被犯人从背后偷袭 经过一番挣扎 警察一秒呜呼 而犯人则拎着气瓶揽下一辆汽车 司机一脸茫然 下车询问什么事 犯人却说 这个犯人就是杀手界 臭名昭著的杀手大长毛 人狠话不多 没感情讲言泽 战无不胜 从未失守 而接下来 一名猎人的出现 却让他的杀手生涯 发生了巨大改变 这天 军人出身的猎人正在野外狩猎 突然间看到不远处停放几辆汽车 走近一看 原来是墨西哥毒贩和买主 在交易毒品时黑吃黑 发生激烈火拼 现场失衡遍业 只有一个重伤司机还吊着半口气 为猎人要水喝 可警惕的猎人并未帮忙 而是拿走了 装有几百万现金的手提箱 到了晚上 猎人于心不忍 打算去给司机送水喝 可到了地方发现 大事不妙 司机早已被墨西哥打毒枭做掉了 而他也暴露了行踪 好在猎人游泳技术了得 一个猛则扎进水里 逃足夭夭 回到家 猎人知道自己惹了个大麻烦 围巾之介只能让妻子回娘家躲躲 自己留下来与毒枭周旋 可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将面对的是一个变态恐怖的杀手 这名杀手从雇主手中接过追踪器 说一旦靠进手提箱就会立即报警 杀手大长毛似乎明白了其中道理 下一秒 很显然 与雇主给的酬劳相比 箱子里的东西更有吸引力 通过现场留下的车辆信息 大长毛很快找到猎人家 但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另一边的猎人送走妻子后 住进一家旅馆 打开通风口 将装有2000万的手提箱藏进里面 接着来到武器店买了一些枪支弹药 可等他再次返回旅馆 感觉到了不对劲 窗帘也有动过的痕迹 便吊转车头离开了 第二天 猎人又来到旅馆 在原先的房间隔壁重新开了一间房 并制造了一把简易钩子 将通风管道内的手提箱 转移到了现在房间 与此同时 大长毛根据接收器的信号 也追到了此处 他一手拿气罐 一手拿散弹枪 捏手捏脚地打开猎人原先的房间 对着屋内的人 就是一通跑步乱事 而这些人其实也是雇主派来的 他们通过追踪器 早早找到此处躲藏其中 所以幸亏猎人反侦查意识够强 昨晚没有入住房间 随后大长毛在通风管道内 发现了手提箱被拖拽的痕迹 这才知道自己又晚了一步 而猎人则再次来到一家新的旅馆 本想好好睡一觉 可翻来覆去睡不着 自己行踪如此缜密 怎么还会被杀手找到呢 于是他打开箱子仔细翻找 果然在美超当中发现了定位器 但还没来得及处理 门外已经传了动静 猎人赶紧关灯 从门缝观察身影 谁知外运的灯也全部熄灭 随着砰的一声 门把撬动 猎人扣住扳机 飞上手提箱 从窗口跳到楼下 接着又返回宾馆 准备从后方绕上去 呼吸杀手 但找了一圈 都没发现杀手的身影 便打算从后面溜出 结果正好被大长毛打中腰子 只能拦下过路汽车 然而刚上车 司机就被射穿了喉咙 他只好丢下车 躲入黑暗当中 等到大长毛出现 抬手射出几枪 将其打跑 结束战斗 这个杀手打开汽车油盖 把布塞进油箱 颠招后来到一家药店 趁着混乱 杀手大长毛偷走药物 原来在和猎人的对决中 他不慎受伤 只能想办法自救 另一边的雇主毒枭 见大长毛不受管控 派出去的小卡拉米 又屡次被他打死 只好花费重金 找了另一个杀手 人头哥 而人头哥不愧是顶级杀手 经过小小一查 便在医院找到了 同样受伤的猎人 但人头哥并没有直接动手 而是和猎人做起了交易 只要把钱交出来 就饶他不死 猎人没有当即答应 说要考虑一下 随后人头哥又不知好歹的 找到大长毛谈合作 可大长毛是个狠人 压根不鸟人头哥 解决了人头哥 大长毛越想越气 当即提着枪 冲入了雇主办公室 一枪要了他的命 另一边 猎人联系妻子 让他和丈母娘来机场会合 打算逃到国外 没想到 大舌头丈母娘竟把会合地点 无意间告知了毒箱派来的杀手 等警察听到枪声感到 猎人已经领了盒饭 而庄前的箱子也不翼而飞 葬礼结束后 伤心的猎人妻子回到家 发现大长毛已经等候多时 本以为大长毛是最后赢家 谁知开车离开的途中发生车祸 好在他比较命大 简单处理伤口后 一拳一拐地消失在人群中 本篇来自动作犯罪电影 劳无所义 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 贪欲是魔鬼 无论你有多强 最终都会被吞噬掉 包括自己的家人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